一定要让福宝离开前看到油菜花开花了 这是江爷爷最后的愿望 直到听见江爷爷说和福宝即将分手的现在 仍然在一遍又一遍的练习中 我才知道爷爷根本做不到微笑着送福宝离开 为什么爷爷希望福宝见到油菜花再离开呢 因为爷爷知道福宝回的是爱宝的老家避风侠 当初爷爷刚来到中国都江宴的时候 乐宝爱宝生长的地方开满了油菜花 所以将乐宝爱宝接到韩国后 每年春天爷爷就种下了油菜花 希望乐宝爱宝见到油菜花会想起故乡回忆过去 福宝一出生就一直都见得到盛开的油菜花 已经持续三年了 如果回国前能让福宝再见一次盛开的油菜花 福宝回国后看见油菜花就可以想起在韩国的点点滴